今天呢在大同电锅的健康教室 要教您做一个非常好吃的萝卜糕 我们来看一下萝卜糕的材料 好我们首先呢就把这个白萝卜呢 把它刨成细丝 在这边已经刨好了 在这边 那所以呢我现在就要来切这个萝卜糕的材料 好现在呢我们就烧热差不多两汤匙的油 然后呢把所有的料呢都炒一炒香 那在这里呢我已经都这个切好了一些料 那我们就把这个红葱酥跟香菇虾米呢先放下去 因为它的香味呢比较炒得出来 好这个炒一炒呢我们再把这个辣味呢也放进来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做出来的这个萝卜糕料很足 那么现在市面上呢也有卖一些这个红葱酱 我们也可以加一点进来 这样子的话呢还有一个香气出来 那现在我用的呢是它这个高功率的在家里头 可以做火锅啦炒菜啊很方便没什么油烟的感觉啊 这个呢是一个电磁炉 好现在呢我们就在这边 这个通常的一个就是一包的这个粘米粉呢要配上五碗水啊 那么在这边呢就有五碗的水 我们就把它放进来 这个是它的这个量 好现在呢我们把它已经调成了这个姜啊 我们就把它往锅里头去加 一面加呢一面把它炒 那要把它炒成一个这个酱的话呢 你要改小火啊 不然的话它下面就粘锅底 那同时呢我们就把这个萝卜丝呢拌进来 因为是萝卜糕嘛 所以一定要有萝卜的啊 同时呢我们在这时候呢 加一点点调味料啊放少量的盐 也不能太多 陆续的加第三次啊 差不多分四次把它加进来 好请你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萝卜糕呢 把所有的料还有就是粘米粉呢 要炒到这样子黏黏干干的 像牙膏比牙膏还硬的 这样子的情况才算OK啊 好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萝卜糕呢 都放进这个锅子里头来 然后呢把它稍微压一下 压平了把它变成像个糕一样 在这个外锅的话呢 因为萝卜糕时间稍微要久一点啊 所以呢我就把它放差不多三杯 然后呢再把它放上去 因为这个有奈米涂层呢 所以它的效果会非常的好 蒸出来萝卜糕呢又香又Q 很好吃的 好了这个东西呢跳起来以后呢 萝卜糕就好了 而且非常的香 因为我们的料很足啊 那么所以这个东西呢 利用这样一个大同电锅呢 把料只要炒好 然后放进去 交给它 它就帮你做出一个非常好吃的萝卜糕 比店里面都很棒哦 不妨你试试看好吗 谢谢您的收看 大同电锅 蒸煮乳炖健康美食 是全能的美食魔术师 优质不锈钢材质 最新科技赖米陶瓷涂层 荣获德国IF设计奖和台湾精品奖 还有省油气炸锅 炸出美食之多又脆口 迷你小电锅适合单身贵族 高贵不贵 是留学生和家庭主妇的最爱 还不用大同小家电 你就落伍了 我爱大同 世界大同